那你学相声多久了 我学相声是从八岁开始学的 我还是说我父亲一想 我父亲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一个火车司机 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家里就充斥着 各式各样的相声小品 那你这个家里这么支持你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挫折 其实有特别特别大的挫折 我在天津待了九年 第二年我特别幸运地 就进入到了天津的一个 运营式的剧场的演出 07年的时候 我一个月能挣到三四千块钱 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生活费 是四五百块钱 那个时候觉得好幸福啊 一直到一五年 我要结婚了 我的前任都已经聊到了 谈婚论嫁 房子都已经装修好了 父母已经见完面了 甚至彩礼都已经给完了 就是因为我说现在这个职业 我没有结成婚了 他提前不知道吗 他一直是知道 但一直是僵持 一直在聊 一直在谈 就是让你改行 最后这个事谈崩了 对我打击特别大 我把天津剧场里的 这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干了九年半的工作 我辞掉了 所以九个月的沉寂期 我做了一些 跟相声没有关系的工作 我那时候都不敢听相声 开车你打开收音机里边 相声广告我都不敢听 因为我觉得已经 渐渐渐在脱离那个行业 但是心里一直没放下 九个月之后 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 北京现在团体 我们老板叫高小潘 他找到了我 他说你到底梦想是什么 问得我特别扎心 那时候我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北京 再难也要扎下去 我今天所有的东西 都是相声带给我的 我除了相声以外 我没有别的职业 我所有的衣食住行 挣的钱可能都是相声 那你现在在相声上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怎么这个问题 都这么尖锐吗 这个 嘻哈包裤的演出 然后包括嘻哈包裤的商演 都算上 一个月可能 就一万一万左右吧 比这个轻曲社呀 低一万 轻曲社也招人 我刚才碰上轻曲 他说挣四千多 没有 他说两万 是